這兩天 中國大陸一篇題為 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 正在進行的文章引發震動 這篇文章最初由一個微信公眾號發表 但過後 被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等一線黨媒轉發 因為文章文革式的用詞 以及黨媒罕見的集體轉發 很多人認為 這是一篇風向標示的文章 標誌運動就要來了 6通知 至少也相當於姚文元的憑新編歷史劇《海瑞八關》 這篇文章的內容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 從娛樂圈的亂象說起 稱中國的娛樂圈爛透了 如果再不整治 整個文化圈、文藝圈也都爛透了 文章點名最近一幹被整治的藝人 包括趙薇、鄭爽、高曉松等人 文章指出 最近當局對明星飯圈的動作 顯然是一次政治行動 各地都必須從政治的高度來認識 文章的第二部分 從娛樂圈橫向的聯繫到 當局近來對大金融資本的整頓 包括螞蟻上市被叫停、阿里巴巴被罰和滴滴被查 還提到了當局最新強調的共同富裕道路 文章說這一系列動作都在告訴我們 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從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 都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 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這裡革命的說法耐人尋味 歷史文化學者張天亮認為 中共現在要革的是改革開放的命 文章說這場深刻的變革是向著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回歸 向著社會主義本質回歸 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提到中國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環境 並聲稱美國正在對中國發動生物戰、網絡戰、輿論戰、太空戰 並力度越來越大的通過中國內部的第五縱隊 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 第五縱隊在這裡指與敵方理應外合在內部進行顛覆活動的團體 文章稱 要抵抗帝國主義不能依靠大資本家 也不能讓青年一代失去強悍和陽剛的雄風 當今中國發生的變革正是為了應對 美國已經開始對中國發動的野蠻而凶猛的攻擊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表示 中共有一個特點就是美當體制和黨的領導人 面臨絕境的時候一定要發動政治運動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則用一句話 來總結目前中國出現的所謂變革 習近平他正在為與美國進入一場持久戰 要進行全民在思想領域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個準備了 明天發展是一場地一場地的團體 在明治會進入一場地的團體